女人最窩心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我和妈妈的故事 话说我刚刚毕业,出来工作 很难得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脑内有很多想法 很想毫不保留地在公司发挥 结果每一晚都做到好事 至于星期六日,有时候有活动就要工作 就算没有活动,都会想和朋友出去 因为想去保持潮流触角 和和大家分享一下职场上的一些经验 如是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慢慢这种不私家的生活维持了几个月 直到上星期有一天 我如常地要OT 我就五六点打电话给妈妈和她说 我今晚不回去吃饭 妈妈好像有点失望地回应了一句 我没有怀疑,收线后继续去工作 记得那晚做到差不多10点多 回到家都11点多 如常地这个时间,我家人都睡觉 为了不妨礙她们,我就没有开灯 放下袋子,就这样就打到床上了 睡着睡着,发现有些东西黏着 伸手一摸,开开床头灯看看 原来皮下面有个饭盒袋 还有,我妈妈帮我换了一张新的床单 我妈妈是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我看着,说不到话 虽然我妈妈已经睡觉了 但那一晚,我偷偷地吃了她一口 细节目